1月13号大选过后 我们的国会组成政党分布会是什么模样呢 我们来看这是网络平台的预测 民进党会拿下53席 国民党48席 而民众党呢则是8席左右 所以算下来三党恐怕都不会过半 而现在这个阶段要为立委选情做最后冲刺 国民党的关键人物就是拥有高人气的韩国娱乐 特别擅长凝聚人心 而民众党方面呢 黄国昌敢冲敢言具备全国知名度 还有募款能力 也被认为是最能够提小鸡 拉抬选情的 不少婆婆妈妈想合照人气热度高 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游时会热情和大家打招呼 同一个菜市场 他本人就来扫街7次 国民党征召游时会 希望他在监困选区困间 对战民进党议员王世坚 我们说他叫梦幻选区好了 就是一个比较对国民党来说 一直想要去克服的一个梦想 因为他过去蓝绿的基本盘 大概是3比7 3比7是一个非常悬殊的 可是我觉得很多事情是这样子 我们想要翻转这个选区 不是靠说的 要靠做的 当然在空军方面 知名度方面 我是不如世间议员的 但是我就靠情走基层 就是听大家的心声 我觉得很多政治人 想要把自己塑造成明星 可是我们其实是名义代表 可酸可甜或大炮嗆 女力崛起 这次立委选举在区域 及原名立委部分 女性候选人比例达到34.5% 是历年最高 首度突破三分之一 而这回外界认为国会结构 将翻转走向三党不过半 今年三党不过半的可能性 我个人的讲法 我们保守一点说已经八成了 在欧洲国家更是每一届国会 几乎都是三党 四党 五党不过半 所以说我们可能在政治文化上面 可能要慢慢去习惯于 所谓多党竞争的局面 因为多党竞争有它的好处 就是它的声音会比较多元化 整个社会显然的 它各种的声音都可以进入到国会里面 这就是我们在政治学上经常讲的 我们把街头上的声音 带进到国会里面去 但是坏处是什么呢 就是乱 学者认为2024年的立法院 众生喧哗 但也容易吵成一团 而本届政党票 中选会正式核定 共16个政党名单 共177人 2012年起 每届都有四个政党得票率 超过5%可以取得不分区席次 但这样的形式 却可能在2024年被打破 因为根据观察 可能只有蓝绿白三党得票率 能突破5%门槛 其他小党如果得票率 没超过3% 也没办法获得选举补助款 小党们面临生存保卫战 2004年刚好又是国庆合作选总统 所以在那种状态之下的话 当然相对的来讲 对亲民党的整个党的誓 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誓很高 不过当年的选举制度 跟现在的选举制度 有个非常大的差别 当时是负数选区 所以那个时候 亲民党所能够拿到的席次比例 是远大于今天小党 能够拿到的比例 我们自从改成 从第七届立法院开始 我们改成了单一选区两票制 然后在单一选区的这个部分 几乎都是大党碾压小党 而柯文哲在年轻选票 中间选民中 也吸收掉很多小党的支持者 小党在区域立委上很难突围 除非与大党合作 在部分区立委的席次上 就必须超级拼 以时代力量来说 提名上降低政治性 主打民生痛点 像是长照安乐死等等 中午时间超有活力的 和摊商败票 时代力量部分区立委候选人 陈泰元 常常在镜头前受访 是知名度很高的防众 这次成为第三势力的候选人 主打年轻世代 最关注的居住正义 我觉得在这个 所谓的小绿的定位 还是要强调就是说 大家有一个误解 那事实上确实在 所谓的抗中保台 守护台湾主权这个部分 我们的确是跟民进党 比较接近在国防外交的部分 但是我们强调了 在内政的部分 我们不论是劳权 还是说居住正义 交通议题的部分 我们是完全是秉持监督的立场 而且我们也是持续的 在批判民进党 我们也认为民进党确实是 有腐败傲慢的情况出现 不希望被贴小绿标签 希望多元声音被听见 2024国会这一仗 大党拼过败 小党拼生存 步步惊心 TVBS新闻 张正恩 王一杰 纵观台湾选总统大选的历史 其实南台湾几乎都是绿营的铁票仓 像民进党在台南高雄跟屏东的得票率 都是突破60%的 不过这一次国民党的侯友宜 他非常希望能够翻转南台湾 特别是他的出生地嘉义 所以在扫街拜票的时候 也都把握机会讲台语 来展现他最轻松自在的一面 来到台南造势活动 大进场侯友宜被人潮推着走 不只有大大小小的造势站台 还有车队扫街市场扫街 以及拜庙 拼占2024关键倒数 国民党家族火力 抢攻南台湾选票 也规划在1月7号选前的黄金周 由王金平主导高雄万人造势大会 所有重量级嘉宾 都在出席名单 要展现蓝营强大团结气势 用一口流利台语优势 拉近与南台选民的距离 与副手赵绍康分进合集 自称架杠土机的侯友宜 负责把重心放在南台湾 光是12月行程就几乎全在南部 包括了台南高雄屏东等 主攻蓝营的弱势区 透过大规模扫街以及造势争取认同 要打破南部为绿铁票区的母兽 相对于侯友宜在新北市是本命区 台南一向也是赖清德 视为铁票区的关键区域 过去的全国性选举当中 民进党的决胜战略 一向都是靠南票北捕 以绿道出支的南部选票 来稳固江山 看看过去总统蔡英文 曾在台南的得票率超过67% 民进党更喊出这次总统大选 赖清德在台南得票率要冲破七成 但近几年执政争议不断 是不是仍旧一块铁板也难说 尤其这回选战 要面对的还有民众党的瓜粉 人潮塞满大街 12月16号 民众党在台南首场大造势 现场喊出破万人参加 而在南台湾能有这样的气势 已经比想象中好很多 因为长期以来蓝绿两边 在中南部有既定的基础 所以对民众党来讲 我们其实是花了很长的时间 在南部 因为地域性的关系 所以他当了八年的台北市长 所以他花了蛮长的时间 在台北市 大概北部对他是熟悉 那南部也不是不熟悉 就是泰伴的时间是从媒体上 从传统的媒体上看到 那这一次的选举 其实就是一个跨越 不管是跨越走水溪 或跨越高平溪 那国民党过去只要是在 所谓的高雄台南 甚至就是说 如果以六都来讲 这两都 南部的这两都 只要能够打平手 甚至是小赢的话 一定赢 那如果是输 可是呢 如果跟北部 就是北部中部的票 能够去弥补南部输的 让这个六都的 这个整体的结果 不会太 输得太多的话 也还有胜算 我相信对于蓝军来讲 就是希望能够把 南部的选票最大化 那减少跟过去 跟这个绿营的这个差距 那看起来会比较 能够有一波的机会 2024总统大选 进入白热化阶段 各阵营纷纷出招 全台都是重兵集结区 南台湾也在决战行列 谢谢新闻 谢贤熙 陈文岳台北采访报道 而虽然蓝绿白 三位总统候选人 在房屋政策上 都提出了好几项的政策 包括要寄出优惠贷款 租金补贴 跟新版社会住宅等等 不过学界就认为 如果都只是鼓励年轻人 买房子 但是却不从根本解决 租屋黑市的问题 那恶性循环 还是会存在 蔡总统20万户 社宅都跳票了 你这个百万户 会不会在跳票基础上 跳票更多 新北市目前正在进行 温子军的重划 不愿意这样做 或者是没有能力这样做 可以把土地 用原价卖给中央 赖院长 你当过台南市 又当过行政院长 你一户的社会住宅 都没规划 总统候选政见发表会 与其说赖侯科 为了社宅互相攻击 更像是蓝白夹击执政党 百万租家户政策支票 是不够 还是不对 百万户 他里面有50万户是 租金补贴 那另外50万户 就是包含蔡总统的20万户 他要再额外加30万户 成为50万户的社会住宅 我觉得照顾百万租屋组 这件事情是很难持续的 乃清德的社宅政策 显然延续当前施政方向 新办和包租代管 目标在2032年之前 先达到累计50万户 供给目标 也寄出了300亿租金补贴 申请空间 侯友宜的版本 则是有意从市地重划 或征收了开发区等处 增加社宅新建用地 针对租客也追加轮后制 而柯文哲以此为政策主旋律 除了通盘考量在地需求 大力盖 承诺中央部会释出闲置 老旧房舍 地方接手整修之后 开放申请租用 也强调增加入住几率 各国主流的做法 就是用轮后制 他们会做出一个轮后名单 所以每个人都会知道 自己平均轮后的等候年限 那如果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有个新的执政者 他不愿意盖社会住宅了 那他就会受到 很具体的名义上面的考验 但是再怎么轮后 名额依然有限 目光转向一般租屋市场的市经小民 眼前仍有难题 调心遥遥乌漆 偏偏连遮风避雨的家都求之不可得 因为房价高得离谱 租屋也贵到快要租不起 年轻人对这些住宅政策的关心程度 恐怕远胜过台海危机 也因此这些议题成为这次总统大选攻防焦点 以往如果是到了选前最后倒数的30天的话 大概都只有互接张巴的攻防战役 显然这个部分是在选举里面 他们有秀到了一些 这个部分的一个社会需求跟氛围 面向表示在这个选举的过程 年轻人的选票应该是 这次选举里面非常关键性的一个选票 赖清德的百万租屋家户 另一半就是增加补贴量 侯友宜则高喊落实租金十家登陆 至于租税特惠 蓝白两档都列为要点 因为当房东乐意如实申报 房租才有下修空间 柯文哲同时也提出 依照家户的人数和收入 调整补助金额 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个问题的话 里程碑应该是租屋黑市的透明化 坦白说三组的候选人 提比较不得罪人的政策多一点 因为租金如果跟着市场一路上修 买房只会离民众越来越远 房贷当时给了一些萝卜 可是不要忘记房贷还是要还的 高房价才是问题的关键 现在好像买得起 可是又还不起怎么办呢 然后因为还不起 然后都又不敢生孩子 鼓励你先买房这件事情 其实不是政府的责任 大家要人民住得好 住得很安稳 这是政府的责任 不论是绿营 新清安贷款 或是555侯康贷 就算额度放宽到千万以上 利息补贴也跟着增加 但这都被学者认为 鼓励购屋只是另个黑洞 然而从税法下手 手上持有越多房屋的民众 可税越高 如果愿意释出 就降低利率 成了三方选将难得的共识 但一连串利多 能不能说服选民 还要考虑印象分数 居住阵的处理怎么回事呢 你看到从万里的赖皮疗 然后到新竹的停车场 农地变成停车场 或者到所谓凯旋宅的这种 社会房租的高涨的问题 各政党候选人都要继续 面对自己的居住问题 然后我们从这里面看 他对社会拒绝 居住问题对年轻人的要求是如何 会有给他大家什么期待 浅显异动的政见 对青年来说 的确容易形成记忆点 问题就在回归执行的可行性 各界如今正放大检视 TVB的新闻 红富华 叶甫 谈不到 而在通膨时代之下 其实1980年后出生的 迁徙世代过得最辛苦 美国的研究就显示 他们经历过金融风暴 薪资动涨 后来又碰到疫情跟通膨 拥有的财富比预期低了34% 有超过八成的人 在财务上感到有压力 每个月都是提过一点钱 放到冰淇淋额里面 除了日常基本开销 还有些许基金投资 就是希望把钱再放大 七年级尾巴的杨先生 在外商公司上班 而这并非他出社会后的 第一份工作 只是回想起 当时新鲜人求职 认为整体经济环境不太友善 常听爸爸讲 他们那个时候其实就是 你愿意去做 你认真肯做肯跑 基本上都赚得到钱 可是现在不一样 我们有老一边会说 年轻人都不想努力 不是年轻人不想努力 是努力人看不到未来 一个便当涨了10% 20% 我的薪水要什么用 在一两年内涨10% 20% 除非有跳槽嘛 回顾2008年金融危机 对于全球经济 无庸置疑是致命一级 这对1980年后出生 现在35到43岁的 年长迁徙世代 势必更加有感 出社会时遇上金融风暴 走过薪资洞涨 接着又碰上大通膨 疫情接踵而来 财富累积困难度提升 30到40岁这段区间的人 有一个很倒霉的点 就是我们小时候遇到SARS 长大又遇到COVID-19 然后前面三年很惨 然后又遇到航运的运费大爆炸 全部名声用品就跟得载 他们出社会刚好遇到的是金融海啸 所以他们自己在讲述自己的工作室的时候 会觉得当时在找工作的确比较困难 然后起薪也因为22K的这个方案 所以感觉在当时候企业制定给的起薪 大概会有受到这样子政策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在第一批的迁徙世代 他们还蛮明显有这样子的感受 对然后大概到现在他们的生命阶段 的确也是比较走向到成家立业的这个阶段 所以可能对于家户的开销这件事会更加有感吧 迁徙世代又是我们称的青年急升 根据美国银行找来了1300名员工调查 2023年工作场所福利 有高达八成的迁徙世代员工 认为说财务状况压力很大 这数据远比自己世代还要高 尤其青年急升正值成家阶段 原本应该安稳工作的稳定时期 十一住行样样都面临成本大幅上升 特别是疫情后全球升息 让肩上负担日益沉重 而这个世代又被称为迷失世代 加上买房和过往工程名就等迷失依旧存在 让这群人遇上的挫折感更显著 天井世代其实是一个集体代券的世代 所谓的burnout 所谓的burnout就是说他们非常的辛苦 那他们非常的辛苦 想要达成他们从小被灌输的人生目标 比如说他有很棒的房子 或者是事业或者家庭等等之类的 可是现实环境上面是一波又一波的挑战给他们 那所以造成的课题就是他集体的倦怠 相较于Z世代数位原生世代 迁徙世代升长于社群媒体处于刚发展的新科技时代 却也面临全球经济困顿衰退的挑战 因此与过往世代有截然不同的生活形态 价值观养成当然有所差异 更加重视自我和生活的价值信念 我可能要存好几十年 然后可以买到一个大的物件 或是房子这样子的东西 那我何不现在就用一些些的小钱 疏刷一下压力 犒赏一下自己 对所以我觉得在那个金钱的短期 享乐享受的消费 其实他们这一个世代在买体验 或是一些享受上 倒是还比他们过去的世代 要来的活跃一点 传统的用这一种物质生活的指标 或者是灌输他们这一方面的人生发展的目标 我觉得该是改变的时候 全球环境对每个世代各有不同发展 迁徙世代面临的挑战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对金钱和生活追求的价值观 也跟着有所变动 特别新闻 李延志焦和文宙宣台北报道 台铁公司元旦开始正式挂牌营运了 而在财务上要加速偿还短期负债 预计2026年就会转亏为盈了 不过这也意味着票价将会调涨 火车进站通勤族旅客陆续上车 台铁是台湾重要的大众运输工具 2024元旦公司化后 动涨28年的票价 台铁局长杜维说最快下半年会调涨 但是遭台铁局否认 表示目前没有任何具体计划 只是一旦调涨票价 民众能接受吗 事实上票价长年动涨造成台铁严重亏损 可以看到上一次调涨票价是在1995年9月 至今已经动涨了快30年 但消费者物价指数当年是80.46 到了2023年11月已经达到了106.63 涨幅超过三成 随着人事物价不断上升 票价问题也浮上台面 台铁票价已经动涨了28年 虽然目前没有调整票价的一个具体计划 但根据台铁先前研议的方案 若采最低的报酬率1%的版本 区间车涨27%最多 自强号则涨11% 从台北到高雄的票价恐要价近千元 根据台铁113年度预算书 预计全年亏损74.72亿元 相较112年度的46.73亿元 亏损增幅超过六成 连年亏损下运价长期无法反映实际成本 营运资金严重短缺 中华民国运输学会理事长邱玉君就表示 平均每多1%的报酬率 票价约会再涨一成 不过根据铁路运价率公式设定 合理的报酬率是3%到5% 也就是票价至少要调涨六成 因此建议台铁降低报酬率或分段调涨 如果是按照废率公式 就是它的运价率公式 法令的规定是3%到5% 也就是最低应该要有3% 但是因为台铁已经28年没涨 它的成本如果相对于上一次 调整的84年的计算 它成本增加了80几% 所以如果你按照成本成长的比例 它一次要调出80几% 我觉得那是没有 民众也不可能可以接受 我觉得如果要涨也是阶段性的涨 如果有一个1%的合理报酬 就多40亿 我觉得台铁就可以做比较多的事情 对它一定有帮助 大概三四几年票价都没有调整 我常常用一个例子 就是台北到板桥 台北到板桥 台铁现在只要14块 捷运要20块 你如果说公共车搞不到两段票 还要30块 相对来讲台铁的票价太低了 他成立公司以后 他财务必须自足 但是核定多少票价 我们还要看交通部的态度 学者一致认为 合理的票价是维持正常营运的重要关键 而完全公司化后 也势必要拓展裁员 只是台铁工会就担心 公司化后 员工权益会受影响 以及薪资 人才外流等问题 恐怕会更严重 我个人会建议说未来 在公司化的过程中 营运如果非常有绩效 应该让员工的薪资 绩效奖金 都应该要对应调整提高 这样才合理 也才能够招募比较适合的 优秀的人才加入台铁 台铁负债庞大 截至去年负债高达近4000亿元 台铁公司化后 势必要大刀阔斧的改革 这家百年老店才能永续经营下去 TVBS新闻 黄关伟留言宣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抵 categ内容 明天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